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今天我们实修法讲的是观无常的 实修当中应该是最后一个实修引导 主要讲丽丽希丘而观无常 这个观法也是皈依和发心以后要想到 不管是我们到哪里去的话 就像是自己要观想我会不会死在这里 比如说你放假的时候你可能离开学院回去 回去的时候你就路上想哦 我可能不会回来的 我会死在汉地心里面也是这样想 或者你到一个地方上阶梯也好进入屋子也好 或者你赶路的时候你想我可能会死在这里 始终都想在这里你住旅店也好住一个人的家里 我会不会死在这里应该会死吧 或者平时我们吃饭 散步 睡觉 还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世间当中最后的一次 最后我一次吃饭 最后一次我跟别人交流 应该始终都是有这样的心的 以前的高僧道德都是这样的 我明年肯定不会存在的明年肯定不会有的 每个人都是那天我遇到一个上师 然后他说我明年肯定不会存在 我说你在十年前也说明年不会存在 这是修无常的一个标志明年你肯定存在 我开玩笑也是一个缘起 我说你肯定明年存在 你十年前也跟我说明年不存在 真的我们要修无常的时候明年肯定不存在 应该这样想 很强烈的无常心要经常观 这样观确实对修法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无常心 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 我在十年以后干什么 我在二十年以后准备做什么 这样一说的时候很多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你想这样的话那我十年以后可以修行了 二十年以后我可以修行了 所以中间我搞世间法一直有这样的恶念 所以我们要观想一切行为是我最后的一个 应该以这样的一个道理上观无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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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